正当疫情席卷全球 没想到在扬州却演变成一场口腔里的风暴 以前我们公司大概外贸能做到30%到40% 由于今年的疫情大概只有5%到10%这样的产能 就是做外贸 一年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统计下来的话 我们三个的客户基本上有20%的这种需求的下滑 一项是全世界最大的牙刷制造区 每三具牙刷就有一只从扬州的急航证诞生 疫情吹起贸易寒冬 牙刷小镇也没有躲过冷风来袭 就连一家三代都做牙刷的老字号工厂 也被吹得一度站不稳脚步 今年因为新冠的问题 我们接近1000万的订单都进行了搁置 给我们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以往小镇大部分都靠外销订单 超过80个国家的牙刷都在这里制造 但在冲击当中牙刷厂确实目风前进 在外销几乎坎半的情况下 牙刷业者还能业绩增长 大陆庞大的内饰市场成了靠山 这个产品比去年同期呢 应该增长了超过了50% 我们今年可能在2000万左右 就内贸这个电商销售 这个数据呢可能我还有些保守 在疫情期不止没有裁员 产品销量还能涂杯猛进 当然笑得合不拢嘴 但要把外贸转为内销 可不是把货改卖到中国大陆各地 就能完成 了解到销售目标业者决定跟电商平台联手 推出超低价不到台币45元的电动牙刷 材料我们没有采用比较贵的材料 采用了这个比较便宜的PP 但是呢同样功能性也能达到 所以呢通过这些材料也控制了成本 借由电商平台的大数据 业者先行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减少设计的耗损 还有库存的压力 再利用大量采购原材料的方式降低成本 让这个拯救工厂的第一架电动牙刷就此诞生 而且还跟上现在最流行的直播带货 我们要了解顾客的这些喜好啊 包括他喜欢的颜色啊 或者说他的刷子的要求啊 现在一天的话 可能他的销售额可能要达到10万左右 牙刷小镇的其他工厂也做出调整 找到在中国大陆也能热销长卖的牙刷款式 经过转型之后 一间工厂甚至要生产超过两亿只的牙刷 还不止牙刷厂跟着因祸得福 他们的产品可能在市场上很认可 所以说更新速度又快 对这个模具需求量就大 去年像我们每个月大概做10副模具 今年每个月能完成20副模具 尽管牙刷属于低利润的商品 但大量的订单涌入 还带动整个相关原料以及制造的产业链 让整个牙刷小镇在2020一整年 就创造180亿人民币的销售额 刷出意想不到的亮点成绩单 纪别新闻 纵书报道